因為我也不知道會影響到樓下會被告的問題 也不知道樓上會滲水下來 有時候你要考慮到他整個房子 未來你住進來 有可能會支出的一些額外的花費 甚至未來你可能管理費會越繳越高這樣 買的不一定裝潢的錢 就怕花大錢 露營車的高度一定都要這麼高嗎 還有更高的 還有更高的 對 還有更高的 你今天又來到哪裡了 今天來到中立的榮剛生活圈這樣子 今天就是陪我們的客戶來看一下 他想要買房子 大概分析一下他看了這兩間房子的一些優缺點 針對房價以及未來的發展狀況 給他做一個意見的提供 說明一下這兩間房子的差異性在哪 讓他去做一個比較 我們今天就歡迎我們的邱先生 大家好 你今天看完這兩間房你自己的感覺如何 當然是專業的看完心裡更安心 你來看房之前你覺得對這兩間房子 你比較偏好哪一間 偏好平面車位當然是最好 因為還是比較安全 但兩間的價錢好像差不多對不對 就是還要再談 還要再談 沒看房之前你對心裡面最大的問題點 你沒有辦法決定的問題點在哪裡 第一就是怕漏水 第二就是所謂的機械車位 和平面車位到底差異差在哪裡 再來就是可能鄰居 或是什麼電梯 或是公共設施都會擔心 因為怕之後修繕費 還有問一些裝潢的意見 有個影片講到 買來不一定裝潢的錢 就怕花大錢 畢竟我也才30 快30而已 沒有辦法負擔多多錢 這麼年輕就可以買房子了 沒有沒有 當然是要像家人要支持一下 越來越買不齊了 對現在房價真的越來越誇張 對對對 你沒看房子之前 你對哪些專業的點 你比較不清楚 剩漏水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影響到 樓下會被告的問題 也不知道樓上會滲水下來 浴室會漏到可能我的房間 對對對 剛才說的浴室要打掉30萬 我靠 那扛不住 真的那個費用真的蠻高的 扛不住 除了我們講的房子的狀況 社區的一些資訊 通常你沒有跟你講之前 你可能也不會注意到 社區的一些資訊 社區裡面總共幾戶的戶數 然後社區的公費的使用狀況 這剛剛沒跟你提名 帶你去看你可能都沒注意到 完全沒注意到 像剛剛這兩戶 第一戶他的社區的收入費用 總金額1000多萬 這一間已經這個月 已經出現-19萬了 雖然結餘現在還有1000萬 可是你那-19萬 一個月燒個20萬 所以這屋齡越長 壞掉的狀況 東西越來越多 這兩邊的屋齡差不多 但是收支的狀況 那邊是正的 那這一間是負的 代表這間開始有些公共設施 在花錢 反正我一個月就繳 這些管理費就固定了 沒有喔 如果說社區的狀況越來越糟糕 問題越來越多 大家繳的費用就會變成 要越來越高 我剛剛會提到就是說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社區的住戶數量 還有它的收支的費用 進出的狀況 還有外觀 房子的結構 你剛剛看那個房子的結構 它有一些結構上面 比較明顯有瑕疵 有很重大的問題 第一間看到可能比較沒這問題這樣 我們會陪你看房 就是說 如果兩間房價差不多 哪一間可能 你買了不用花那麼多錢 哪一間真的要花比較多錢 甚至未來你可能 管理費會越繳越高這樣 其實有時候 不是說單看這個房子的 坪數跟房價 有時候你要考慮到 它整個房子 未來你住進來 有可能會支出的一些 額外的會發費 不講不知道 對啊 因為你買了才發現 哇完蛋了 這個房子可能未來脫手 很難脫手 因為公共設施 陸續出問題 比方說吊植端啊 或者是房子 有一些梁柱 很明顯的裂開 雖然你比較綜藝的可能是平面車尾 但是這個可能也是要去想一下 要去取捨一下這樣 你現在的車子是你工作用的車輛嗎 沒有沒有 就是我自己弄了露營車 哦 露營車 難怪你要用這麼高的車子 比較高一點 對 對 好玩 那真的機械車對你來講 就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要思考一下 對 要想一下 露營車的高度一定都要這麼高嗎 還有更高的 還有更高的 對 還有更高的 哇 我這次算比較矮的 蛤 你還算矮的 就是因為我是貨車改 裡面在改 我以為機械車會沒有限高 我想說那高度應該 有啦 有限高 因為它的樓高有一定的高度 總和一定有限高 這樣子如果說為了這個平面車位 要接受一個 未來可能要花更多錢的狀況下 你可能要還是思考一下 等於這個房子買了 你可能花的錢 一定會比那邊貴三倍 你房子的狀況 以及未來十年內 哪一個建案會花比較大錢 我是跟你說 第二個會花比較多錢 第一個 你再住個十年不用 雜大錢去修理這樣 社區的營收 也比較不會出現負的狀況 因為買房子是一個負擔 你自備款就很重 你還要再花雜大錢去裝潢 那今天就陪你看房 就讓你也可以解開 你心中的一些疑惑 你也可以做一個 決定看要怎麼樣去取捨 這樣子 如果你本身對房子的狀況 還有社區的情況不了解 你有可能 買了這個房子之後 要花很多錢 去整理跟修繕 未來社區 可能還會要 你繳更多的管理費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來看 這種社區型的大樓 該注意的哪些點 今天都跟委託我看房的屋主 都已經跟他說明了 這兩個房子 他現在是有一間 有在考慮要去談 但是因為對方的價錢 還蠻硬的 所以現在他有可能 會再去別的地方 找其他的物件去看 可能也會請我協助他去看房 到時候會跟大家 去做一個分享 都知道了 等待會兒 都知道了 為了 不是 有